大家好, 今天是聖誕日 在此祝大家聖誕快樂 按照一般的做法 聖誕當日會一早起床 佈置一張桌子 補充一些應設合時的桌布 以及一些裝飾 因為今天有幾位客人來 我們要早點準備 一間屠夫人會來 預備炮製聖誕大餐 今天是聖誕日, 25 日 你看到是水淨鵝飛 因為聖誕日, 25 日 除了緊急服務、的士、酒吧 甚至是牧師臨回教所開的店舖 有開檔之後 幾乎所有商業活動都會停止 甚至乎連火車都沒有 你看到這裏 是沒有人的 聖誕節是一個給家人相聚的好時間 所以在英國,大部份地區 尤其是住宅區 是沒有人去那條街 那些人在哪裏 那些人就躲在家裡 或者在酒吧 和朋友聚會 和家人聚會 所以聖誕日 主要是家庭聚會 祝大家聖誕快樂 今天是聖誕日 現在準備午餐 那你一開始會做些什麼呢 因為我會烤這個 所以我現在就先開了焗爐 先開焗爐 預熱了焗爐 現在先看看指示 它說是Gas Mark 6 不過有時候 即是6度 第6度 但我有時候 都要根據這個 Thermometer 即是這個 這個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 就是要放進焗爐裡 是嗎 因為各個焗爐 其實是 那個溫度未必一樣的 有時候舊了一些都是 即是用舊了之後 可能溫度就相差了 最好有一個這些 主要靠這個溫度計 就知道焗爐裡面有多少 那怎樣用呢 就是你放在焗爐 例如你焗爐 你放在那個位置 就是這個Fermometer 放在那個位置 即是正宗 是的 沒錯 撕在這裡 那這個豬肉 那個巾 是不是整塊這樣放進去 對 撕在這塊東西 撕在這塊東西 就不用處理 不用處理 不用處理很方便 就是你看到裡面的水流流 沒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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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 即是會收水 收乾的 即是熟的時候 也會有乾身 是嗎 其實它已經是醃了 因為它是sort and pepper 即是醃好 是的 有些sort and pepper 你直接放進Oven 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加料 不用 OK 那現在呢 陶夫人呢 就 檢查一下溫度 檢查一下溫度 OK 那我拿這個桌子 是的 那個溫度是多少呢 看回那個instruction 就可以了 現在放在 那現在把它放正中間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上一格 正中間 它要 焗成一個個多小時 過個多小時 所以大家如果想 即是及時間吃的話 就要計算時間了 如果不然 就會 很多東西 解斷了 只要等夠肉 那就大灑風景了 是的 那現在陶夫人 就開始準備 那些 半碟的蔬菜了 我們曾經介紹過 那些是四大類的 首先 就切了那些 那些 刀開批皮 還有呢 洗乾淨它 就是這樣 現在把這些蘿蔔 還有這個叫什麼 忘記了 Pars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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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刨開皮之後 那陶夫人就開始 把它切條 為什麼要切條呢 陶夫人 更漂亮 更漂亮 是的 現在就是切到這樣的形狀 其實這些蔬果 或者切肉 始終是我們的中國冰氣 就好用一點 好 切一刀 這樣就切好了 粗油就隨便 如果有小朋友 就小條一點 這個包要切了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頭 那個頭 不漂亮 這個 就是煮熟了 可以了 那些西蘭花 可以了 那些西蘭花 如果你說夠一點 就放進Oven 就是烤焗它 對 但是我們就 不用了 煮熟它便可以了 是的 其實在很多餐廳 真的可以煮熟 是的 那些蔬菜 已經煮好了 那待會就會 拿去煮 也都提過 除了蔬菜之外 還有這個 叫做Pixin Blankets 另外就是 有這個 我最喜歡的 Yorkshire Boonings 還有兩罐這些 Gravy 你看到後面 已經有一瓶蜜糖 那要來做什麼呢 原來屠夫人說 就要來做這個 紅蘿蔔 和這個Parslip 那 途中 千萬不要 忘記 看看 你正在焗的肉 狀態 如何 那你現在看到 都不錯 不錯 你看到它好像爆開了 那樣 它可能會切開 像燒肉 像燒肉 正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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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準備了這些 肉材 布丁 還有這個 Pixin Blanket 這個 就是豬蓋皮 不是豬蓋春 不是豬蓋春 豬蓋皮 豬蓋皮 就是豬蓋春 因為這裏還在焗 那時間差不多 它焗了20分鐘 我現在可以放在下一格 那裏 即是把這個豬蓋皮 豬蓋春 放在下一格 是嗎 是 焗了多久 這些豬蓋皮 Caking Blanket 20分鐘左右 20分鐘 這個也是差不多20分鐘 我現在可以放在一起 20分鐘之後 那塊大野菜 都應該熟了 是的 OK 看不看 看一看 好啊 這樣就 不辣的嗎 辣的 不過我沒所謂 即是習慣了 是的 不錯 不錯 好像燒肉 像燒肉 希望很好吃 因為可以吃過 吃過 都很好吃 我記得 只要看皮脆不脆 是的 那這個Yorkshire Wooding 什麼時候放進去 這個只需要5分鐘左右 哦 那其實呢 可以煮完之後 才放進去都未遲 就是這樣 即是吃之前 是的 因為豬肉 你還要拿出來 還要休息一下 一會兒才可以切 那當那個時間 我就可以放一個 對 沒錯 沒錯 那現在開始 我會煮一下 即是煮了蔬菜 對 那我看到 屠夫人準備了兩個煲 那用來做什麼呢 一個呢 就煮這個 brocany 是的 另一個呢 本來這個 他們主要是Rose 但我 就想省些時間 我就先煮了它 是 煮了它 然後再找些Honey 再加回它 哦 那為什麼要先加了這個 紅蘿蔔呢 因為紅蘿蔔難 即是要煮得久一點 是 反而 你看到它很硬 其實它是快軟一點的 是 所以我呢 就先放了一些 卡羅 是 那待會我要再放一些 salt 是 即是要加鹽 是 即是有一點味 是的 那還說了 我好喜歡用這個 pink salt 是 是 那如果大家煮 用pink salt 就是比較健康一點的 即是癌鹽那些 是嗎 這個 那就是喜馬拉雅 喜馬拉雅 是 是 不貴 哦 很便宜的 很便宜 你要去B&M買 就便宜了 B&M 是的 我找到B&M是最便宜的 是 也是 要先放這個 因為那個brussel sprout 就會 要煮久一點的 是 那大家發覺 其實我 這個爐頭 已經用了很多年 入火到現在都蠻好用的 那你發覺 只有五個爐眼 那我初入火的時候 一度都懷疑 為什麼西人的爐頭 那麼小的呢 為什麼 我們 那些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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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那些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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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正常用的 為什麼呢 他們因為 它們所有鑊 例如這兩個鑊 都是直身的 直身的 不會撐過旁邊的 另外 就是它有一些氣體 是很高的 很高的 很高的 所以煮多久才发觉 五个这些这么密集的炉眼都很好用 可以放到五个这些煲 同时可以煮五样东西 所以大家初初来到就要习惯一下 炸了之后要加些料 我给一点点橄榄油 即是橄榄油 拌一拌 现在徒夫人要处理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honey coat 烧热 加一点牛油就会更香 加牛油 先把牛油炒一炒 有没有用什么? 没所谓 有些人不能吃honey 可以用这个sirrup 即是你香港人要来吃西多士那些? 没所谓 记住 应该要加点水 否则它会焦 通常需要收干水 要收干水 即是现在一路煮又收干水 咦 差不多收干水了 是的 要干水 需要加盐 盐味那些 不用了 因为刚才我煮了 再加了盐 差不多干身了 对吧 要先加烤 让它不用黏盐 这个一定要用易结鑊 易结鑊 易结鑊 你看到现在有点焦 就对了 即是那个效果 就像你放在焗炉 去烤锅 是的 OK 上面 这两位就是其中两位嘉宾 这位就是鸭仔哥 嗨 哈啰 这个就是鸭仔哥的团子 一一 嗨 嗨 鸭仔哥好像说 搞了三十个小时才来到 是的 去曼谷再转到杜拜再转过来 哦 即是转两次机 是的 转的士 那些机贵不贵 贵啊 很贵 即是转机都贵到飞起 是的 直机更贵 即是搭不起了 不是 因为我公司影响了 所以我才转机 OK 那一一 爹地你陪你过聖诞开心 开心 开心 OK 因为吃饭关系 所以那张桌子又不同了 就准备开餐了 另外一位我的嘉宾就是 自己的女人 哇 就是这位圣诞女人 哈哈 不是圣诞女人 不是圣诞女人 圣诞女人 Merry Christmas 今天她的装束就是这样 不是 拖鞋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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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拖鞋不算 我真的不觉得 今天她穿到这样 圣诞节 圣诞节 没错 圣诞树的过来 因为他们特意去探望我们 是不是 对不对 这样的猪肉就搞定了 完成了 好像烧肉似的 对 现在我切开它一片片 切开一片片 即是你吃多少一片就切多少一片 对不对 好漂亮 好像很嫩滑 是啊 OK 另外这边有一盒 由圣诞女人 这是圣诞女人 做这一盒 圣诞女人 就是gravy 这一盒 那一盒 那一盒 就会 浓面 各位 OK 哦 很漂亮 是啊 OK 好了 现在由圣诞女人 就是负责分配配菜 每一位都有这些 York Shaw Bouding 如果你不想 那些gravy 浓到周围都是 的话 你可以将gravy 浓到这个洞 嗯 就可以容易自己控制 就是有些人不喜欢在菜里有gravy 或者不喜欢在肉有gravy 或者不喜欢在肉有gravy 那你就多在这里自己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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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呢 这一盒菜呢 就准备 开直了 好了 那大家准备吃饭了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我们要去Yulian 哦 来啦 1 2 3 哇 哇 不得蛋煞出来了 不得蛋煞出来了 真的假的蛋煞出来了 真的假的蛋煞出来了 噢 你这个是什么来的 好了 开饭了 好了 各位观众 现在这个圣诞大餐就完结了 看到圣诞女人 渐渐在这里 就是搞手机的 这样 你看到这碟是清晒 真的清晒 我觉得今年的圣诞 这个餐是最满意的 除了食物的质素之外 我最满意的就是 我的客人 是帮我清晒那些食物的 因为每一年 因为就是 遇到太多食物 就是所谓 眼阔 肚窄 吃不完 那一年一一 都是很欣赏这个 这个猪肉的 所以就是 我将来 都是以这个猪为主 很简单 很简单 又方便 那这个呢 是 给大家参考一下 再祝大家 聖诞快乐 记得大家 麻烦你们 subscribe like comment 跟我share 出去最好 可能的 按一下小钟 谢谢